大家好我是久伯 這一缸已經兩天了 水非常的乾淨 主要是因為這一缸我之後想要養鬥魚 拆瓜布的話我突然想到 怕會割到鬥魚的鳞片 所以我決定把它拿出來 綁在樹上 那我們來 黏牧師吧 這就是 我剛剛拿起來的三角牧師 這個是 扁回瞬間椒 像這個三角牧師 大概是長這樣子 盡量挑這個 原本就已經有點黃掉的部分 去做連接然後我們先把它處理 我要的量 然後黏這個啊 黏這個的時候啊 直接把它 擠在這個上面 然後把你要中的草這樣子壓著 稍微壓一下就好了 有層次感的話就是你這樣子疊上去 在水中他剛好就會像屋簷這樣 啊你只要反過來的話他會 變得很奇怪 好一樣喔 然後最下面 裝上去 大概就這樣就完成了 一個木石樹 好 我們把它放下去看看 我把木石樹放下去啊 大概就是像這種感覺 大概就是像這種感覺 那我們 順便來分享一下木石 這個是三角木石 木石類的幾乎大多數 都是 怕溫度太高的 當然也有一些是比較耐高溫的 但是最好就是盡量在26度以下 木石會長得比較漂亮 比較不會有黃掉這樣子 然後木石本身是 不用太強的光 當年光太強的話 他容易 葉面也容易枯黃 假如你發現你的木石 是從表面黃 那可能就是 燈太強 他假如是從底部黃 那可能就是 燈沒有照到 像這個木石這一球啊 我放在那個水裡 放了兩個禮拜 我也沒有 刻意仔細給他等著 我就丟在窗戶旁邊 然後可是我有 加液態肥 他加一兩滴 然後他也長得很漂亮 比當初拿來的時候 還要綠一點 然後其實木石在生長的時候啊 你看他前面這裡 他會從他的前端開始長出來 所以假如你發現你的木石 的前端都有開始的冒綠頭 那表示 他也是正常的在生長 沒有剪完的這一顆啊 剩一點點就對了 很簡單 我把它丟回去水裡面去 這個水我也已經有加 液態肥料了 然後 就把它拿去窗戶旁邊 家裡沒有窗戶 旁邊的話 你有魚缸也可以 放在魚缸旁邊 這樣子 也可以 你的 魚缸在開蒸的時候 他也可以照到燈 他這樣子他就可以生長 其實這樣子也可以長得不錯 就讓他在繁殖 有需要的話就拿出很重 以上就是介紹 就是小小的造景樹 雖然沒有黏得很漂亮 但是我覺得 他長大之後應該也蠻漂亮的 好啦我們下次見喔 掰掰 感谢观看